四年前同样经历了离异的王先生和胡女士 相识于一场聚会 确认过眼神彼此都觉得遇上了对的人 能够领个结婚战 这是我也是我的一生的追求 也是我一生的梦想 恋爱整整谈了四年应该瓜熟地落了 可王先生的求婚却遭遇了当头一棒 马上结婚就是还是没什么安全 王先生大为不解 因为我们已经四年了 没有必要再耗下去了 胡女士却说时机未到 我要看准了她的人品 跟她真正能超乎的 也是还在考验 恋爱已经四年 胡女士为什么还在考验王先生 如果爱为什么不愿结婚 如果不爱又为什么不分手 知道婚姻的选择题究竟会选择哪个答案 你会本能地有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防范 靠不了解 谁敢解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中牌乳酸菌素片金牌调解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每天嚼一嚼乳酸菌调理 祝肠道通畅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坚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胡女士和王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们现在就是有点三观不合 就是小事情一直跟我这样子吵闹 一直在吵 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应该怎么样跟我再走下去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有三年多了 算也四年了 我的意思呢 自始至终从认识他到 到现在为止 我也是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段感情 这是我 也是我的一生的追求 也是我一生的梦想 对你来讲 实现这个梦想的难度在哪里 现在呢 我们经过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 闹得不愉快啊 都牵涉到家庭方面了 现在 在王先生看来 这个工作方面的不合 现在都已经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了 对 两人的诉求有些特别 都说到了 他们在情感与工作上 有些矛盾和纠缠 这在一般的恋人之间并不多见 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四年前 王先生在和胡女士确认恋爱关系之后 就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到了女友店里来帮忙 但是王先生究竟该怎么定位 是老板 是员工 还是男朋友 谁也说不清楚 时间一长 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餐厅不是 每天都要开个菜单吗 然后员工就觉得 拿给我也一样 拿给他也一样嘛 就没有去想那么多咯 但是拿给他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要拿给我 我不是老板 这样咯 其实我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没必要吧 还有因为我们的金钱方面都是 他都知道的啦 银行卡还是保险柜的密码啊 这个我也没去控制他 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然后就是员工说要冲天然气 也是跟他讲嘛 然后他就说 我不是老板 我没钱 你不要 你不要跟我讲 这样子 他会很去强调他不是老板的这个身份 对对 是偶尔还是经常 经常 讲到他就是要这么较劲咯 严工也难做我也觉得蛮 感觉不好是吗 对啊 因为我在别人面前也是很公开的一个身份 就是老板的身份 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在他那里 我们不能理解的 王先生 为什么会经常去强调你不是老板 因为呢 我也是等于就是半路过来的 员工啊 其他七七八八都是 都是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比方说 我跟你讲 这个做什么 做什么 给员工讲 我是把这个店当成自己的 有时候员工 员工跟他会讲 你 你的 你的才刚来 你干嘛 干嘛说我啊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就说我 并没有把你当老板看待 对 所以呢 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 有时候 有时候我给他讲 他也说 啊 算了 算了 有时候也是一笑而过 说实在的 比方说 把我当成有这么回事的话 要去对待 要去认真去看待 我就觉得说呢 不用去理员工 对你什么态度就可以了 他跟我在一块 应该是去怎么样 去把生意做好 怎么样去把人流稿 进来餐厅里面 应该是两人互相商量 这些才是 他这种 一直跟员工较劲呢 就没办法跟我同步咯 好 明白 你有跟他讲过吗 有 他也没说啥 他就是一直在较劲员工啊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 我能做啥 这样咯 男友来了 不仅没帮上忙 还引起了内斗 胡女士颇有些失望 可王先生说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 店里之所以内乱 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员工的尊重 于是 胡女士干脆给王先生扶证了 正式当了老板 可结果 却再次出乎胡女士的意料 最后我帮他搞到那个 莆田那边去 再开一家店嘛 然后 换一家店 换一家店 让他离开那些员工咯 换了新店 他距离有点远吧 要个一两个小时的那个车程嘛 所以说我就不方便上去咯 那家店就他前天处理 但是有人也是跟我反映说 他在那边呢 一天就是做了一点事 然后就不做了 就坐在那里就泡茶了 好像说随意而安的那种感觉 反正那边人也紧缺了 很多事情都是我 也是我自己亲历行为了 亲历行为我过后忙了 停了一下 我就会到办公室去泡一下茶了 这个事会有这样子的 但是并不是偷懒的表现 什么叫偷懒的表现 我说实在 我这个人不是说我吹牛 你问他 你问他也他也是知道 也就是始作事 店里的生意呢 确实在有时候赚 有时候亏的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店收起来咯 我觉得他的能力就有限咯 还有我看他的主动性不是很强 他觉得分他就啥事都不理 都是我在做我在那个嘛 他说出这句话的情况下 都是有在这个为后面设防了 那些支付宝啊 刷卡啊 这些还有那些美团的啊 都是这些收费的方式 都是全部利用他的 说实在一天到晚 一天到头收到的信件 也是没多少 说实在开销也是不够了 他明知道这家店 是我在管 我在什么东西 我在这里比较方便 你觉得他的不信任了 对 当老板高不成 当员工逼不救 王先生心里也很郁闷 但是他还是爱着胡女士 于是他重新回到了 胡女士的店里帮起了忙 当男友变成员工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方面 王先生像家人一样 在生活上照顾胡女士 可同时 他又是个不拿工资 没有签订劳务合同的员工 他搞不清楚 胡女士究竟拿他当员工 还是拿他当老公 去年八月份 我两个小孩子过来了 我说明天要回家 我说拿点钱 买些东西给小孩子回去 他说没钱 我要去走了 我自己刷我自己信心卡 第二天 他坐在那边 在那边收银台那边 我又给他讲 我坐在去 又给他买一下票 我说没钱 你不要说那些话 他又说没钱 直接送人 他直接拿400块走 你还说你那个 我说没钱 刚开始 刚开始他说没钱 我应该没有 听我说的 后面呢 他是在收银台那边 拿了400块给我去买票 我对我来讲 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前一天给他讲 我小孩子要买东西 他一直一口回去 没钱 所以你觉得 他第二天这几句话 听起来也是让人不舒服的 对 第三天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在这边 也看不到什么习惯 也看不到什么未来 我说结婚证 你也不会结论 他说你既然这样子讲 那你就走人了 不要过了 他就一举回酒 我说怎么走 他说你就这样走人了 我很委屈 我在这边 在这边打工也不像打工 这个也不像 那个也不像 我说这些委屈 你一句话概括 你走人 我是来给你 开个电话 过到老的 一句话 把人家打发走了 很不甘心 最后他没事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直接 跑去派出所 说他要杀死我们前家 为什么 哪知道他为什么 他的想法 我也是很不理解 他这种做法 为什么我会 做这些出格的事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发神经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你做得过分了 我就不会这个 当然了 到最后 就是以金钱解决 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给我来计计 说要一百万 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 然后他就说 不然也要三十万 这样 是说要分手的意思吗 对啊 我们最后自己 这样说 以工资一个月的 六千块算 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 引发了一场大闹剧 王先生觉得 他要结束这种 混沌的状态 把很多事情理清楚 包括工资 可是胡女士却看到了 男友和他在经济上的较真 纠缠不清 他无法接受 明明已经把工资 结算给了男友 男友还要在一个 小小的天然气项目上 跟他较劲 签了说他拿那些钱了 然后我汇给他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还有一个天然气的购户 他就在以天然气的名字 变更给我 威胁又威胁我的八千五块 这个几栋就伤害我 我也对他很失望 那这个钱给了他吗 改了啊 我是觉得说 他既然能用钱买断 我真的是 也就没什么好留恋了 对 在胡女士心里 男友在用无赖的方式 逼自己要钱 可王先生却说 他要的钱合情合理 因为当初算账根本没算清 还有近一万元的装修款 女友没给他 再说他争的 无非就是一口气 这个事情要从什么事情讲起呢 你自己心里有 到这边呢 都是要实事求是地去讲 要怎么讲 我也实事求是啊 你说咯 他说你把这个协议签下去 他就转账给你 但是呢 我把这些资议签下去 还有一万多块钱信价卡 他没反过 他没转过去 你说清楚了 没有了 听我说 那个信价卡 那信价卡也就抵普田 那个全部抵掉了 那时候也就收到一千二组了 普田的那个店材料全是 三千八百多块钱 我那个信价卡的一万三千多 抵不了啊 因为当时分了算了 他的电话也通不了了 微信也通不了 沟通不到了 我说发信息给他的女友 我说叫你妈明天过来 把那个天然气的那些 那些富特过了 过了 我也没说要什么 我也说没 后面他就是一直 一直骂那些 明天会在车上 会在路上转死啊 反正说得非常难听的话 我说本来 我也是算了 我也是走人了 后面 他发那些信息来骂我 我说你这个钱 必须要还给我 不 要是你这个钱不转给我 我马上给你报警这个天然气 我说大家都不要去做这个生意 我说你要做这个生意 你还要花费好几万 王先生较真儿的背后 其实就是三个字 不甘心 凭什么当初自己不计酬劳地帮助女友 到头来女友说分就分 钱最后是算清楚了 两个人的情也消耗殆尽 按理说 事情到这个地步 一切该落下帷幕 然而分手后的两人并没有翻篇 也是很久没联系 可能时间过得太长了吧 就是会想一下 两个人这样也是蛮好的 也是会打电话去问一下 关心一下 舍不得 有说一些他错的话 他会改 还有说他会照顾我 又在店里面有花了一点 帮我们一些东西 我又觉得说都还可以 感动了 有点 只是有点而已 也是还在考验 胡女士显然还没有做好 和男友长远发展的准备 但她无法抗拒男友的温柔攻势 还是接受了男友的求和 只可惜两人这次复合 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 他们就像是掉进了同一个陷阱 矛盾再次重蹈覆辙 因为过小年嘛 店里面是去 所有的事情全部忙完了 我说我回家了 拿一点钱给我 我说拿一千块去了 你又这样子了 我说我三个小孩 两个老人 你叫我拿一千块钱 你这是回去的时候 我说呢 你也不要说拿一千 我就拿你五百块就好了 我就加油就够了 不高兴了 不高兴 她说你既然这样说 她说你回去就不要来了 她又一次说不要来了 我文心之问 照顾她这么好 她既然再有三个说 不要来了 不要来了 这次我就感觉到 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说不要来就不要来了 在我的理解当中 有可能她是在利用我 因为她好了 你可以不要来了 那天是她又委屈 我又问她说 你要拿多少 然后她又说 你爱改多少就改多少了 就抽屉里面刚好 有一千块吧 然后说 我说你不收多少钱 就抽屉你那一千块拿去 你自己觉得合适吗 那我也就是随手这样一说 你没有想过这句话 合不合适 就直接这样一说 我也是想看她 怎么去反应 你没有想过 她也在看你怎么反应吗 对啊 我觉得说你一个大男人 你应该你要 你要自己决定 你多少 我就会拿多少给你嘛 反而她问你 你不舒服 对 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 其实我是平常 在生活里面平常 我是很尊重她的 我都是以她为中心都点 但是呢 变成都是你说的算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走就走啊 如果真的是要过日子呢 不会说为了一句话 就这样走呗 我现在这么大 这么大的研究 我不可能一直是 耗在你身上啊 很明满的状态 比方说她要求 让我过下去 我就是会强调 要去能够领个结婚证 而且通过家人去商量 能够得到全部人的祝福 就过下去 但是呢 她一直呢 也就是说 我这样子给我讲了 她说呢 她现在在申请一个 香港户口 她说一会呢 是申请香港户口 比方说有 结构婚的话就可能是比较不好弄了 就给了你一个理由 不适合现在打结婚证 嗯对 我也不知道是多种因素 还是她自己自身因素 我内心的感觉是 好像是在忽悠吧 因为我是有过两段婚恋 第一段是老公气势 在过了五年又找了一个 是比较不喜欢的 那个离婚也是搞得 我很精疲力尽 所以 所以说我要看准了 她的人品跟她的真正能偷户的 在这几年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想跟她结婚了 我觉得她可以 有过这个念头过吗 有是有过 都差那么一点点了 然后她 再帮你搞那些挤动出来 让我全部收翻了 怎样 现在现在就是这样子 我表现我的太 不要这个 不要去谈结婚了 现在就到此 到此为止 为什么 没必要去谈 你觉得不怎么现实了 不现实了 所以说她口中的一直在爱爱爱 我觉得是假的 如果她真的爱呢 看到我的身体这样呢 她应该会心疼先 第一 第一重要是我才对 我把你摆在第一位有什么用 用完了就用 用不完你就走人 我把你 我一直把你摆在第一位 没有什么用 跟我说她回老家 我自己也要生活啊 说说到现在都是事实多的人了 明白 要么断个痛快 要么就结婚 是王先生对这段感情的打算 他不想自己 在员工和男友 这双重身份中 不明不白地耗着 他需要的是老公的身份 能和女友 有一个明朗的未来 这就让胡女士为难了 一方面 他舍不得男友 不愿分手 可另一方面 男友的种种表现 过往的经历 让他没法下结婚的决心 可以说 眼下的两人都不够信任对方 在患得患失 该如何帮助他们 找到感情的出路 调解团队给出了建议 你们之间 这个四年多的同居关系 又在工作上产生了交集 所以工作感情纠缠到了一起 但当面对分手的时候 这些问题又会一并爆发出来 正如南方所说的 这四年在一起 算是一个什么状态 如果是来打工 我不会在这里打工 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 但是如果是朋友 恋爱 甚至将来有可能是夫妻 那就可以接受 对不对 对 因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 所以感受的结果就是不同 当矛盾爆发以后 他现在有这样的感受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 你们在结束这段分居关系之后 对于之间的这四年的经济往来 包括南方给你提供的 这个经营上的帮助 你们在金钱上做了一个结算 对不对 并且支付完毕 南方也是确认了的 也收了这个钱 都是成年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再去讨论它公平不公平 合理不合理 意义不大 我只有一个建议 由于女方现在还有这个需求 还期盼着 如果有一天双方还会在一起 恢复感情 进入再次的恋爱关系 同居关系 甚至婚姻关系 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前 建议二位在财产上 在事业上 在经营上 事先做一个 至少有个大致的明确 而不是一笔糊涨 可以因为感情而分手 不要因为经济涨而分手 张恒律师说的没错 当时双方过去正是把工作和感情 揉杂在一起 生活才会过得一团糟 当然 两个人如果还想好好走下去 除了把工作和情感分开外 还需要试着关注对方的需求 改变他们的相处模式 女方 你的男友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我一直对你有很好啊 但是那有什么用呢 当不需要我的时候 你随时就可以把我给甩开了 他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把 他所有对你的愤怒也好 对你的意见也好 就核心集中在这几句话 很可惜 你对他的那几句话 连听都没有去听 我不管他怎么说 我也他的话也影响不到我 似乎表达的是 你对爱情的一份执着 可也表达出了 你对生活的一种糊涂啊 可能是吧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弄不清自己 那为什么我们在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情况下 先要急于去责怪别人 如果不是为钱的事 他换了另外一种形式 为别的事 你还是习惯于不听你说什么 不听你的想法 我只按照我的想法 去做我觉得对的事情 话说回来 今天换掉这个男朋友 就能好好相处吗 最后提醒您一句就是 如果您是发自内心的 想把你和他的这段情感延续下去 并且找到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模式 先试着改掉一个习惯 当他在想跟你表达他心里话的时候 试着先把你的那些烦恼放一放 听一听 我就不会纠结于去指责他了 而是先澄清自己 亲爱的 我没有想要你走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想不要了你呢 我不想要你呢 对啊 我都没有这个意思 对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他对你有这些误会 你也不知道 应该去把这些误会 怎么去澄清 那你们的矛盾 就在误会里面越来越多呀 胡女士 王先生 他来到您的身边 他是冲着结婚来的 他也愿意付出 然而您 有些顾虑和担心 因为您的经济条件比他强 您的事业基础比他好 您会本能的有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防范 可是你能够体会到一个相对比你来说弱一些的男人 他的自尊心 他的颜面 他的敏感吗 您看您拿钱在考验他 然后你说他不表态啊 他什么都不说呀 我非常理解王先生的这种迟疑和沉默 你让他怎么说 好 他说 我要多了 然后呢 你会说他 贪心 就他没有办法去多要 你知道吗 好 要少了 那请问 他的保障在哪里 他的付出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真的看到了王先生的为难 你没有体会到 王先生 我想和您说两点 在和胡女士的相处过程当中 我看到你们有一些就是矛盾的冲突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对于酒店员工管理上 那胡女士是觉得要抓大放小 其实她是懂管理 懂经营的 胡女士她会盘算 如果一个熟练工 因为跟你的纷争 气恼 撂挑子 罢工了 她会导致整个生意的 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或者说是运作出现中断 所以她会抓大放小 毕竟她再不断地累积财富 和体现她的价值 再次我想说的是 您的内心 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卑的 您生怕别人 不能够认可您的身份 或者说尤其是 胡女士不能够 给予你这个身份的确认 所以你可能再用 比如说教育 或者是调试员工 来让自己自信心更多一些 其实这样的一种试探 我觉得没有必要 您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弱者思维 就是别人可能无心说到这一点 无心触及到这一些 但是你却敏感地捕捉到了 这种弱者思维还会带给您什么 就是您容易着急 您看您在派出所那一场 我真心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您的一切愤怒来源 是源于您自己内心的那种自卑 怯懦 最后我想说二位 其实都是对彼此是有依恋 有需要 有牵挂的 所以二位 何去何从 你们要深思 我个人觉得哈 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王先生相对是比较明白的一个人 他要的东西是比较具体的 而胡女士是一个基本上 对婚姻 对情感 对生活琐事 没什么概念的一个人 你今天的陈述呢 呈现一个特点 当我们主持人 跟你有对话的时候 只要问到你 关于王先生的问题 你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那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呀 说明你没有其他人的那种怪性 去揣摩他人的心思 我相信你说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王先生要回家 然后要拿一点钱 你问他说要拿多少 他说随便了 然后你就说 那那有1000块钱 你拿走吧 那你就没动了脑子 想想他要回家 又杀孩子 上有老下有小的 是不是 你总得想想够不够了 你说你没想 其实这件事情 我是信的 你实在是不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思 我的心思都在餐厅上 对 而且王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实小性子的人 老是让他揣测你心思 一旦猜测不到 你的情绪就受到影响 你的心里就会失衡 然后你就会把你性格当中小性子的那部分 就开始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么能不能相处呢 肯定是能相处的 因为了解了之后 那就共同协商 建立一种比较合适的关系模式 二位是否能够继续相处下去 要看二位是否愿意共同努力 根据你们二位的性格特点 来建立一种适合你们的亲密关系模式 你们俩走进彼此的生活 请找准你的位置 你看你来了他的身边 以男朋友的名义 做了一个管理者吧 对 其实你让他难忘了 让他感动的是什么呀 是管理者呢 还是关心者呀 当你掏心掏肺对他的时候 当你给他情感上的爱护的时候 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觉得很美好 当你走的时候 他其实想的是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 哇 我的店怎么办 他只是想我的心怎么办 所以你站的位置 就不应该在店里 而是在他心里面 你在这个店里面 姚鱼一进来 站出位置 所以你是先做事 而忘记做人 什么叫先做人呢 就是关心他 并且把他身边的这一些员工 团结起来 帮他免去后顾之忧 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坐在家里面泡茶 对 对 我也是希望跟他在家里泡茶 不是在跟他在餐厅里面吵闹 对 当你坚持一定要在店里面去管员工 也许你是一片好心 但第一 事实证明你管不好 第二 你再管下去 别人就怀疑了 你想干嘛 你刚才说 你是奔着婚姻来的 因为有一句话说 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对吧 其实这句话非常错误 应该是说 不以了解为目的的恋爱 才是耍流氓 因为恋爱本身就是了解 磨合 最后才能决定 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 你奔着婚姻来 你跳过了解 就是因为两个元素 第一 我们谈恋爱了 第二 我费了很大的劲帮 所以我们必须结婚 谁敢结 所以你看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你们俩就是没有找准 在对方身边 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他在哪一块最需要我 我也是需要一个 不要说女人的 男人也是需要关怀 也是需要爱的 好嘛 我们就把这个找出来 互相感动对方 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心 我也相信你们 不会有那一种心 就是通过婚姻 去分享别人的财产 这是真的没这个想法 有这个就好办 那我们通过婚姻 去分享什么 不就是分享关怀和温暖 把这些东西梳理一下 请问两位的关系 真的有那么难吗 不一定 按照调解员胡建云的意思 双方之所以在感情路上 风雨不断 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们没有找好自己的角色 搞懂对方到底要什么 眼下的两人 是愿意放下心中的不安 关注对方的需求 牵手走不下去 还是继续纠结 不愿意改变和让步 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在接下来的密室调解中 观察员武运和两人 一同在密室沟通 聊起这段感情 胡女士的眼眶湿润了 其实我不应该跟他 过成现在这样子的 对 你们其实应该 挺好的 对 我觉得不应该 有基础有感情 对 我觉得不应该 跟他过成这样的 外表坚强 内心其实极度渴望 有人关心 有人照顾 有人喜痛的 对 因为这么多年来走的 也是特别辛苦 太难了 太难了 所以有些话都是我自己的 默默扛下来 对 都是我自己扛下来的 是的 所以看似你是一个 很像女强人 女能人 其实背地里 是用多少眼泪 看得出 胡女士强大的外表下 藏着的是一颗柔软的心 王先生过去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给予了胡女士 很多的温暖和照顾 我跟你讲 她身体不好 秋年我 我秋年也是在跑车 其实你也辛苦 一听到她身体不好 我买一辆新车 开了一个多月 我就把她卖掉 卖掉 卖掉 就是照顾她 我们都是需要 都是需要关心 都是需要关心 其实都是需要 对吧 都是需要 好 这个都是能理解的 对 在王先生看来 温暖关心是相互给予的 他关照女友的同时 也希望女友能给她安全感 店也是一起经营起来的 现在我什么也是没有 是不是 这个 而且婚姻 结婚这个方面上 也是没有这个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因为之前 就是反正 就是没有一个安全的 你觉得什么都没有 随度输不起 谁也是伤不起 对 王先生还是这意思 她年纪已经大了 不愿再等 只想赶紧把婚事给办了 这样她才能安心踏实地 帮助女友的工作和生活 但现在就结婚 胡女士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她什么都没办法给我保障 就算经济也没办法给我保障 什么事 房子也没 啥都没有 我是觉得 不是拿这些物质条件来算 我就问您这一点 就是王先生 她能不能给予到你 温暖的一些照顾 有没有 只有这样 你是不是最需要这些 其实你看经济上 房子钱 你可以自己给到自己的 你可以不需要的 需要我是 我是不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 她能够给予 对不对 她如果能够给予你 你所不能够给予自己的 你所需要的 就看到主流 五蕴劝胡女士抓大放小 明白自己要什么 可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王先生情绪上来了 也就是这样子 她做她的事 我做我的事 各不相干 我在家呢 现在也是有一份 应该是 在外面来讲 应该是蛮不错的 这个事来做 我自己当然要去找一份 自己的事 不然她怎么去生活 对对 王先生说 最近她已经在江西老家 找到了一份工作 如果女友执意不肯 和她领结婚证 两人只好各过各的 很遗憾 原本还想好好过的两人 一谈到结婚 又闹僵了 到底最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密室之后 再见分晓 欢迎收看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金牌调节 本节目由助长道通畅的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冠名播出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金牌调节 密室结束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现在谈到怎么样了 将来是什么打算 真的也是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决断 他同意结婚 我就考虑交往下去 不同意结婚的话 就是得先结婚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因为我们已经四年了 没有必要再耗下去了 我是觉得说 我们还不是磨合得很好 马上结婚 这是没什么 还是没什么安全 像这样的话就是放弃了 你是说只要不结婚就分手 是这意思吗 因为我耗不起的 我要的是真爱 我要的是一个完完全潜 真心对我的人 如果心中还有杂恋呢 这种我也是不想要了 王先生呢 你现在要成了一个现实 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让一个女人 心甘情愿 大大方方 非常放心地嫁给你 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 你这四年 虽然看上去很长 但是质量不高 所以今天的事实很明显 经过大家的化解之后 他也看到了 他不是说对你是情绪上的问题 而是他在你这里没有找到 能够踏踏实实地 让他进入婚姻的依据 那如果说你要进入婚姻 事实就很明显了 条件还没有具备 我没那么大的能量 我只能选择放弃的 然后呢 如果放弃了 那胡女士 你就要想 你需要的那一些关心关怀 并不是他一个人才能给你 你并没有找到 非他给你不可的东西 怎么寻找 怎么相处 怎么划线 建议提在这里 两位先冷静一下 再沟通 伴随着调解员胡建云的忠告 调解落下帷幕 曾经的他们 因为没有把恋爱和工作分清楚 没有站好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位置 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以至于矛盾激化 彼此渐行渐远 但愿两人回去后 能够冷静地思考这段感情的走向 不是像过去一样 情绪化地处理问题 既然还爱着对方 就试着理解对方的焦虑和不安 改变相处模式 别让自己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